莫爵呢 应该在庄园 你派个人送他去一趟牧师拍卖行 全都给他 本来就是他的 我拿着也没用 车子离开了大使馆 静止向牧师拍卖行进发 也就过了五分钟 庄园那边传来消息 莫爵不见了 莫小姐不在 应该是自己拖跑出去的 但庄园保镖并没发现 文生 李翘摸着脑门摇了摇头 拿出手机给莫爵打了个电话 半分钟后 电话自动挂断 他没接 去查 不用了 也就半分钟的光景 李翘的手机上 已经显示出一张定位地图 蓝色的坐标就是莫爵的所在 这是哪里 莫小姐怎么去赫科集团了 赫科集团 帕马赫家旗下的矿业开发公司 如今掌权人 全球掌赫伯南的二弟 赫伯年 不到半小时 兵力车就停在了赫科集团的楼下 我先进去看看 自己可以 当然 人多容易引起注意 尤其是 你这位伤势少主 商誉在后座望着他 垂了垂眼睫 低声吩咐 让人护好他们 放心老大 汉堂的人都在 去黄家医院 人来人往的大堂 李翘不紧不慢地 在里面晃了一圈 原来今天是赫科集团的开放日 邀请了不少高校的学生 前来参观学习 不一会儿 李翘离开了大堂 他在路边环顾四周 看到对面一个视野极佳的咖啡厅 便闲停信步地走了过去 李翘点了杯美式咖啡 看着手机上偶尔移动的定位坐标 唇边酿出一丝笑意 烧请 一通电话蹦了进来 什么事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说 事先说好 你听了之后别太生气 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 听这意思 反杀的任务失败了 把钱远路打回我的账户 这不能怪我 你得明白 我要是出手反杀 很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觉 黑市的交易 我已经找人抹掉了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能够证明雇主的信息 但是英镑下单 你应该能明白 处处在哪里吧 你想说 柴尔曼 我让人查过下单的途径 IP地址挂了虚拟主机 电话线路也做了跳频 防御隐藏 这么多的防追踪手段 普通人可不会用 柴尔曼不会愚蠢到亲自下单 没错 不是他亲自下的 而是一个英地下医院的一员 老公爵当年的部下 一旦我出手反杀 等于直接暴露你和阎盟的关系 帮我反杀 你确定 如果暴露身份能够找到真正的雇主 值了 说完这句 李翘就挂了电话 我们可以做的